都说一山容不得二虎 两女共是一夫 而且都是真心为这个男人好 两个女人还能相处融洽 这样的情况居然在这部剧中出现了 刘晓鸥和刘爱莲都是非比寻常的女子 但是为了遥远 他们愿意对彼此交付出真心 这很难得 刘爱莲是爱遥远的 但是感激的成分占了居多 而陆晓鸥对遥远那个可全是爱情 所以刘爱莲觉得自己应该退出了 但是她没有忘记遥远的恩情 所以在遥远有困难的时候 刘爱莲总是出手相救 这不陆晓鸥再次回国 遥远不想再错过了 就买了豪宅想娶陆晓鸥 陆晓鸥很感动 不是因为这个房子有多贵 而是遥远给了她一个家 遥远就这样婚前同居了 后来晓鸥偷偷告诉爱莲一秘密 那就是她怀孕了 爱莲得知后 她表面替陆晓鸥高兴 背地里却替遥远捏一把汗 因为遥远现在的公司 面临倒霉的风险 但是陆晓鸥却什么也不知道 爱莲不想让他们的孩子 一出生就遭遇这样的事情 于是刘爱莲就二话不说 直接卖场了 把卖场的钱拿来救遥远 遥远却一脸懵 因为她还不知道 自己就要当爹了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 就请点赞关注转发吧